HELLO 大家好,我們今天又來看另一支墨水筆 我們今天看的墨水筆,是在香港最近才出現的一支新進的黏家墨水筆 連品牌也是的,就是德國品牌,Online的Bachelor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這支筆,關於這支筆的背景 其實Online這個品牌,相信大家都不太熟悉 因為Online這個品牌,歷史不太悠久 這個品牌在1991年在德國創立 其實它主要的目的是為生產一些年輕人所用的墨水筆 也好,原子筆也好,原筆等等而創立的品牌 這支是品牌所推出的最最最最最最最入門 墨水筆,叫Bachelor 只有一支款,大家只能看到今天全透明的這支款 既然大家見到它的樣子之後,我們就快速做個Size Comparison 好,當然,第一件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Online Bachelor 接著我們就加一支老市場出現的白金牌 Peppy 亦都給予一支Faber Castel 的 Loom 當然,今天要加一支全新未用過的Lammy Safari 讓大家看看 大家可能已經看到了,這支作為一支入門筆 跟Peppy是差不多的 甚至跟Peppy的高級版,Revonte 或Pleasure 這個系列都是差不多的 無論是粗度,粗幼,長短都是差不多 13-14cm左右 好了,準備完畢呢 暫時又跟大家插解一下這支筆 首先,我們由筆蓋開始講起 筆蓋是沒有的,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盯好幾塊膠 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塊膠 整個筆蓋是一體式的 它也很有趣的 做了一個像黃滑紋的紋爐 在透明膠上 這裏也會隱約看到 網上的一體式的筆夾 上面就是一體式的筆夾 筆夾非常有彈性 亦很容易夾到紙的 不過,作為這個 它有點像雅加力膠的感覺 強烈建議大家不要貪玩 否則,大家以前用一些便宜 像PILOT、ZEBRA 那些最傳統的原子筆 一會一會一會 筆夾就會斷了 好了,接下來就來到 筆乾的部分 順便看看 這支筆買回來後 是沒有任何包裝的 大家從零售商買回來 這支筆就是這支筆 膠套、紙、套、紙盒 什麼都沒有 好了,我們說到筆桿 筆桿也是一體式的 大家看到就是一塊膠 透明膠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說的 除了就是... 先拋上去 後面有一個... 刻意下降的位置 讓你拆上筆蓋 很輕輕就可以了 但也握得緊的 再加上去之後 嘩... 這支筆就大概... 16cm 左右 所以我自己都不太建議大家 蓋上去的 直接這樣寫就足夠了 這支筆呢 買回來的時候 很抱歉 什麼都不跟 但是呢 因為其實呢 它裡面的筆線 或者機械的設計 和其他歐規的筆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 普通烤手規格的麥膽 吸墨器等等 都是可以在這支筆裡面 一定不會問 這支筆可否改用 Eindropper 適用水筆呢 這方面呢 就算我無法解答大家 因為似乎有些困難 已經加上去 填膜iende 可以修兀 你都不太建議 填膜了 用個脾渣μέ戰 前面就看到 還 tare country 當作是棺墨槍,用什麼棺墨槍呢?你整支筆都已經透明了 再前面就是這個額位,額位很貼心地做了一個人體工學的設計 除了剛才大家看到,筆過去上面那種不秀建梯紋,防滑紋 之外,它亦特意磨平了兩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它磨平了兩個位置,方便你的食指和帽子拿著 不好意思,你中指下面托著的位置是沒有任何磨平了 你只有這兩個位置拿著而已 而這塊膠呢,感覺到它非常高質素 即是不會說是,有些牌子,即是大家看到那些啫喱拔很流行 那些直膠呢,你放久一點,上學用久一點 你會發覺,要麼就黏塵 要麼就整隻手,好像在啫喱拔很流行 但這支筆就沒有這個情況 真的非常之好 那前面,好了,講完這個額位,就講前面 你會看到一個筆尖,和筆尖 筆尖非常簡單,大家只會看到Online Germany 這支筆尖我買回來的是M尖 但似乎M尖有點難看,因為為什麼呢 沒錯,M尖在這個位置,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筆尖這個位置,M,很細小而已 所以,實際筆都沒有特別 而這支筆有一個特點 非常方便,可以拆筆尖和筆尖出來洗 你看看,剛才大家也看到,不快要吹灰之力 整個卡一拔,筆尖和筆尖已經可以拔出來了 很簡單,只需要跟回這個額位 塞回去,塞回去,塞回去 塞回去,加點 好了,來到這裡,講多無謂 試寫是最實際 立即和大家,拿本寶來試寫一下 好 其實這支筆,我自己也有試過 有用過一段時間 我發現它也是偏乾的 其實跟Cafeco 的筆有點像 所以,今天也會用比較水的墨水 Pilot 的黑色,試試給大家看看 好了,或者大家都看到這支筆 這支筆的表現是怎樣 我們先放大 不好意思,這裡寫錯字 Anyway,我們一齊看看這支筆的表現是怎樣 這支筆作為一支入門筆 是非常有驚喜的 個人覺得配合這個M尖 為什麼呢? 其實它這個M尖 真的是M尖 對比歐洲規格 大概0.5-0.6左右 日本來說,已經可能是M或B 差不多 出麥非常之順滑 感覺和用啫喱筆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這支筆的感覺 寫下去 非常順滑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其實應該很明顯了吧 這樣按下去 竟然有一點Flexnip的表現 而打直打反射 其實你也看到有一點粗幼的變化 好像意大利那些闊條面 那樣 所以這支筆呢 這支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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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寫出來的表現 所以我自己也挺喜歡這支筆的 用了一段時間 即是無論是你喜歡 我當你是一個老師 我去改補,踢一下踢一下 有些變化 寫出來的字呢 不知道大家一個不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是 玩墨水筆的其中一種樂趣 這件事就是原子筆和走珠筆 即是現代的筆做不到的感覺 就是 只是墨水筆和尖碎筆才能做到 斜線粗幼 這是一個比較獨特 特別一點的書寫體驗 好了 寫完 就是現在跟大家說一下 我喜歡這支筆什麼 不喜歡這支筆什麼 喜歡的地方 第一樣東西 非常明顯的 就是剛才的筆尖 是極度有驚喜的 坦白說 這支筆的表現 尤其是 其實很少用筆手鋼尖 會做到這樣的彈性 非常好 第二樣東西 這支筆的尺寸 和手感 為什麼呢 有人會說 全家的筆 有什麼手感呢 有什麼尺寸呢 其實很簡單的 你拿一支PAPI 和它對比 你是完全感覺到兩種不同的感覺 當然啦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支握位 對比PAPI 你整支筆 一一一一 它完全沒有任何 step down 沒有任何人體攻殼給你 握得下去 真的會痛的 如果你比較大力寫東西的話 但是這支握位做得非常好 重量的分布做得非常好 因為它是一支全膠筆 但是你看到全膠筆呢 它都花了些心思的 後面 這個筆尾的位 和筆蓋 其實它故意加多一點膠 令到那個平衡感 是非常好的 寫出來 當然啦 如果你加一個比較重的小隻吸紋在後面 有機會能夠改到這支筆的平衡感 落到中間 但是 公民論的平衡感 其實整支筆的尺寸都非常好 又不是太粗 但是它又沒有去到 我估計的例子 好像Paka Vector Diplomat Traveller 等等 那些這麼幼 或者Cross Century 非常好的 好了 這幾樣東西就是我主要喜歡的地方 好 不喜歡的地方 第一樣不喜歡的地方 是非常個人的 就是我覺得 設計好是好 但是 可不可以花一點點心思 令到這支筆的設計 不會那麼奇怪 或者比較... 我不太懂得怎麼形容 但是這個感覺 是沒有了那張流線型的美學 在這裏 這支筆 非常符合它的目標 學生筆 其實這支筆 無論是筆夾 筆身整個整體的設計 你看看 平頭、平尾、中間粗 原主體的設計 筆夾也非常浮誇 不是說 很簡單 好像... Sailor Nicoule 一個正常的筆夾 它不是的 它是... 兩個... 膠 扭著的浮花筆夾 這個呢 我不是很喜歡它的設計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明白 有些人很喜歡透明的 但我自己個人 就不是很喜歡透明的 全透明的麥水筆 感覺呢 不太好 墨膽你又看到 有多少墨在這裡 如果你彈到墨 你又會看到 整支筆透明呢 感覺上呢 容許我講一句 好像跟一支十多二十元的 酒珠筆 沒有什麼分別 完全看 很難去分別 究竟這支是一支 比較高階一點的墨水筆 還是一支十多二十元 C-BRA 那樣的透明筆 那... 不過呢 其實這些都很過人的 看看你喜不喜歡這支筆 好,來到最後一部分 討論一下這支筆的價錢 和值不值得入手 那價錢呢 非常之便宜 是不過一百元港幣的 即是... 呃... 有時候呢 還會更便宜 我入這支筆的時候 大概的價格是八十元港幣 有些零售商會買 好像大約是零售商會買 官方零售商會買 大概是九十八元港幣 有些地方可能 我舉個例子 不知道 什麼優惠九字 什麼優惠八字 更加便宜 值得入這支筆 不過八十元的入門筆 嘩... 簡直是划算 你對比一下同期的入門筆 例子是... 白金牌的Pleasure Sailer的Liquot Pilot Prera 78G等等 其實這支筆 基本上是沒得彈的 非常好 在筆尖的設計 重量分佈 操優 握位 都是... 基本上是完美的 所以這支筆 強烈建議 尤其是入門 或者是... 我可能玩了墨水筆 一年多 半年左右 一個人去入手這支筆 再試真些墨水筆的雲理 尤其是M尖 真的非常好玩 極力推薦大家買這支筆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